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国女排最终还是倒在了意大利的脚下 而丁霞则是陷入了舆论的漩涡 与此同时 李颖还表示当时龚翔宇的进攻状态一般 如果传给朱婷 即便是没能一板打死也认得 正是因为如此 丁霞又一次惹来了质疑 他的做法又真的错了吗 其实根据这个问题 早前朗导就在风云会中做出了解事 他认为丁霞的选择是没有问题的 毕竟最后一攻 龚翔宇面对的是对手的单人篮房 丁霞的剑走偏锋完全有机会给对手造成杀伤的 即使他们没有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但这也不能怪丁霞 可见郎平还是十分信任自己的弟子的 所以说 丁霞是锦赛的传球选择 究竟是对是错 其实也只不过是球迷们的后知后觉罢了